萌火煮 捞起放佐料拌云入味 琪琪 你们去看看啊 您好 您是 您是张颖言的女儿吗 对 女儿 哇 你怎么来了 女儿 看看你 小鼠能上这么大了 没事 妈妈 可能就是这两天工作太累了吧 行了 你不用担心了啊 虽然被蜿蜒拒绝 但张颖怜 还是决定去成立照顾女儿 女儿小时候一生病 她就回报鸡汤给女儿喝 这次 她只想亲手给女儿做顿饭 妈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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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我来吧 我吃了我来 你拿筷子是吧 我给你拿 我给你拿来 慢点啊 妈妈 这小街还没死呢 你也来咧 妈 让我来 妈 赶紧一块吃啊 你吃 你吃 这顿饭 你很腰 菜很咸 难得的团聚 她却只待了一天就走了 女儿一再挽留 但她 还是执意离开 女儿觉得有些不对劲 半个月后 养好身体回家的痕心 妈 妈 才发现了母亲的秘密 女儿 张雨莲 六十三岁 一只眼睛换白内障 竭尽失眠 女儿 另一只 妈 也严重老花 但些花钱 一直瞒着孩子 为了女儿 她第一次一个人走出大山 她可能看不清路 但她清楚地知道 女儿就在路的那一头 从家里到女儿所在的城市 要放过两座山头 蹚过一条小河 走二十八公里的山路 要转三次车 到月四个山 坐三十六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她 对这个城市 一无所知 除了知道女儿的名字 一切都是为了 给女儿做顿饭 每一个母亲都像张玉玲一样 对自己吝啬 但对孩子可以亲近所有 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arre尹 社会